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比较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解放军有十架战机 正在台北上空飞行 绕整个台湾岛在这里飞行 那有台湾的网友拍到了解放军 就是至少有五架战机 是肉眼清晰可见 在台北市中心看到解放军战机 在台北市的结界的这个位置 空中啊 五架战机编辑在这架飞行 这个典型叫做解放军战机的战争编队 战争编队 是前面一架飞机 旁边两架飞机 五架飞机在这里飞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当时干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它的战机飞过去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战争编队的 轰炸机后面带了一帮战斗机 直接就飞过去 大家都顺着这个气流 直接就飞过去 速度特别快 然后就像这个空中特技表演一样的 飞过去以后 咱们战机两边散开 然后就开始空袭了 那这一次 解放军直接把战机开到台湾 那所有台湾人民都看到 我觉得这个 他不会是跟你什么来 什么犀利马大法来讲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习总在山东日照视察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山东这个 比如前线的后方这个位置 东部战区后方的这个位置 因为山东日照 其实离江苏这边已经很近了 对吧 再不远处就是解放军第72集团军的 这个第71集团军的所在地了 那71集团军都不用打台湾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都是随时随地 都是在这个地方准备 是个准备者 也就在这个大后方 一边是很轻松的在这视察 看日照港的这个建设情况 然后一边就实际上是在遥控前线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看是不是要干 是不是要打 所以就展现出来一种很轻松的一种状态 每次我们跟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我们都是很轻松的 你像那年那会儿打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 对吧 广西南宁市民造样在打太极拳 昆明市民造样在公园里面 幼灾幼灾的六鸟玩 对吧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但越南举国是他妈的高度紧张的 这个全国总动员 我们就两个省稍微戒严了一下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任何问题 该干嘛干嘛 那台湾呢 那赖清德他能够现在还能够 就这种情况 他还能够到处张狂 到处说狂话 说两国论 到处去视察 他有本事现在他也去台湾哪个地方 随便去视察 往后一背 然后在那边指导工作 到台湾南部的菠萝田里面 去现场切菠萝 去现场去开办公会 他有这个调本事 有这个胆量吗 没有 所以这就是区别 区别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荡量的 这就是说习近平以这样的方式 就告诉你赖清德 你跟我不是一个 一个荡量和一个等级层级的 懂吧 你别跟我说什么 小赛贵在这里跟我讲什么 平等对话 什么相互尊重 没有 没有这回事 懂吗 你就是我一个省 我习近平在 在这里 在这里视察 然后遥控前线的事情 你在干嘛 你躲在横山指挥所里面 戴着他妈的钢帽 穿着他妈的防弹衣 躲在那下面 他妈比吓得瑟瑟发抖 这就是他妈的区别 所以当然有些人说 你看这次去演了 你看到底打不打不打 不打 干嘛的 怎么没有意 大家要记住 这种这种事 今年 就对按照这个情势来发展 国际的局势来发展 铁定是要干的 现在他这个过 这种这种过去 只要中部战区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下达命令 你看这次他是 下达命令以后 马上我们的军舰 高速机动到位 然后全都是 采取一个 很恐怖的一个态势 火箭军各方面 全部都属于是 一个战争准备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 此次演戏有何看点 从人启动到打困组 三位一体 解放军东部战区 当今宣布 为台湾海峡 台湾北部 南部 东部 及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东鹰岛周边 看着联合演训 联合演训在5月23日早上 7年45分开始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李涛海军大校表示 5月23日 最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 战区陆军 海军 空军 红军军等兵力 为台湾周边开展 联合力章2024A演习 重点演练 联合海空战卫警军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惊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见机抵达台湾周边战区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战区部队 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根据东部战区的消息 今天7年45分开始 东部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 台湾岛北部 这个东西全都是 然后就是 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下达行动命令后 东部战区海军多个区后编队 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多个方向 高速机动 受到全向围导抵禁禁闭之势 各舰按照计划抵达目标海域后 迅速展开战斗部署 主副炮 导弹等武器装备 随时做好打击准备 渐进编队 融合多元情报信息 和海空当面态势 迅速捕获并锁定目标 开展多类型武器 多维度立体炮和饱和式模拟打击 东部战区海空空军出动 数十下战机成体系实施 环台岛战群 绕外岛巡航 抵达任务空域后 各型战机依托联合情报支撑 联合采取各地战术动作 抵近台岛周边战群 在陆军和火箭军的志愿掩护下 多机型编队 满挂实弹 飞附预定空域 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协同驱护舰 导弹快艇模拟打击 敌高价值军生目标 和征询舰机 本次演习 台湾军方方面没有进行提前应对 台湾所谓新任防务部门 负责人顾立雄 直到5月21日 还在处理征召新兵 是否要走正部等琐事 而美国驻印太司令 海空军也对此事演习 没有预警动作 直到22日期 里根号依然在日本伊豆群岛附近 还要进行舰载机训练 罗斯普号航母 在新加坡地区进行访问 所以此次军事演习 美国都说什么 伊朗总统是美国 什么以色列杀的 你觉得他有这个情报吗 他们有这个情报吗 这次你看到没有 上次10月7号 哈马斯印证过一次了 他们有这个情报吗 没有 别给我再扯什么美国 什么超强全球 什么什么这个情报体系 滚里滚里滚的蛋 他的这个美国的卫星 叫低轨道卫星 可以用他妈的直光 这种干扰这个传感器 等一系列的手段 电子屏蔽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像中国是 实时能够看到 美国航母的 在哪个海域的动向 美国他看不了 明白吧 他没有 他都是低轨道卫星 低轨道卫星 看上去好像 难度没那么高 中国的北斗 都是中高轨道的卫星 他的反卫星武器干了不了 我们都可以干了得了 让你变成雪花 让你变成这个 盲的黑的 雪花 你根本就啥都看不到 那我在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 我拉出来不对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如果我 我今天是真的 7年45分 武统台湾开始实施的话 妈逼现在已经 整个台岛已经 全部都攻下来了 你从 你在伊豆的那家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和这个 这个叫做新加坡那边的 里根号 你来得及部署吗 你来得及反应吗 反应不了 别给我扯这个弹了 而且现在 解放军战机过去 歼20什么东西亮相 全都是满挂实弹 在台湾的台北的上空 进行战术飞行 飞机都他妈飞你脑门上了 台湾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任何的动作 所以就告诉你 耐心的亏裂政权 你他妈跟大陆不是一个档次 不是一个量级的 你没有资格 对大陆提论和的要求 你他妈只有乖乖的 接受他妈合同 如果说合同合同 你不接受的 那就是武统 你这么牛逼 那美国来了没有 整个台湾被围的水系不通 团团团 这种演习 它不是演戏 它是正儿八戒的 我说过 它就是等着这个导弹 就直接打下去了 就这样一种态势了 准战争状态 海上联合破装部队 和联合登陆部队 全部在 台湾没有这个所谓领海的 全部都吃干净了 就在就是这么一块地区 它动都不动 解放军现在只要不离开 宣布海上封锁 宣布演着演着要撤了 突然之间 24号晚上突然之间 凌晨空袭 马上就打过来了 你怎么办 对吧 而且我解放军说的数十架战机 难道真的只数十架战斗机 数十架什么战斗机 那歼20都上 歼20它都没有报道 只有歼16在台湾上空飞 歼11还是歼16 应该是歼16 在台湾上空飞 它一点声音都没有 它有啥反应 台湾有什么反应 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这种军事演习 这个就属于是战争 战争编队战争演习 它不叫军事演习 是准战争演习 包围整个台湾的 这种恫吓是需要的 如果恫吓了它一下 看它接下来什么反应 看美国什么反应 所以说还有一个中国海警 也是在整个台岛 包围在台湾海峡 进行战巡 战巡和巡逻 制权全部给你控制掉 你还能怎么样 主权全部都宣示 什么叫什么呢 两岸他们的互不隶属 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 两岸互不隶属 放你个驴儿屁 你赖清德现在在干嘛 习近平在山东遥控指挥 这一场演习 那你在那干嘛 你能怎么的 你能干什么事 你也能 现在大大大大 台北走 去台南 去视察 去波罗 联务 释迦 芒果 你能做得了吗 所以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弄我对这一次嘛 所以 小撒鬼的怎么就是 头皮这么脚呢 咱要把头皮脚脚嘛 小撒鬼的 现在就他妈打你这个 他妈来批狗 知道吧 所以这种恐吓 我觉得很有必要的 就像台湾人看到 战机都这样飞 后来引擎声 轰鸣声 都哗哗哗响一点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个 这个 态势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保不齐 哪一次 你就直接干了 所以大家网友 不要有任何的意义 这个 这个百分之百少 你看这个 赖琴的这个德性 和现在中国这种态势 不中国也已经说出来了 说琉球 什么 不属于是日本的 琉球不属于日本 什么意思 你这边到时候 都是战 战场 我打你 我不是打日本 我是打琉球 你可以让琉球去告我 但不是你日本的 什么美日安保条约 我在这个地方 整个战区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扩充 是不是 好吧 所以我们 接下来发现什么 我们再拭目以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